港大微生物學系港座教授袁國勇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王家慶 以及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等多名專家 晚上去到大埔赴亨邨亨提樓市叉 新確診的59歲男人和早前確診 去過埃及旅行團的食環處管公夫婦 一樣住在這棟樓的13號單位 被他們高兩層 因為身體行動不太方便 所以他們平時都是在樓下吃快餐 然後回家就不是去過很特別的地方 當然因為他們和之前那兩個個案 住在同一個樓 會不會中間他們曾經經過見過 或者大家碰過一些共用物品 這當然是其中一個解釋 不過因為他們都住在同一個座向 我們都有些擔心會不會是關於後館 其他的問題 所以都會是多部門的緊急應變小組 我們就會下去看的 至於亨泰樓的居民 有沒有需要好像青衣康味流一樣撤離 張竹君就說要看過具體情況再作決定 動望記者陳揚彤報導 這四款口罩就是50片盒裝來的 他售賣的價錢就是介乎200元到499元一盒不等 至於在這個包裝上面 有兩款在盒裝上面 它是標示著就是尼泊爾 又或者是土耳其的產地 而另外兩款是並沒有在這個盒上面 標示任何的產地的 不過我們相信這兩款的口罩 是來自一些東南亞的國家的 在其中四款裏面 那個含品量就是超標0.4倍到11.5倍 就事源違反我們消費品安全條例 我們海關收到這個化驗報告之後 就立刻採取這個執法行動 今天在四間分別位於銅鑼灣和灣仔的藥房 是採取行動 拘捕了四名涉案的人士 他們是四個藥房的負責人 他們的年齡是介乎28到40歲 除了這四間藥房之外 我們今天也都在全港各區 就是巡查看一看這四款的口罩 是否仍然在一些零售店舖 是有得埋的 我們到目前為止的巡查結果 就是並沒有這四款口罩 在各區有得銷售的 戴這些含菌超標的口罩 或者會引致皮膚的不適 對於抵抗力較為弱的老人家 或者是小朋友來說 或者是對於一些免疫力比較差的人士 吸入了這些含菌超標的口罩裡面的細菌 會容易令到它的器官受到感要 對它的健康是構成風險的 傾斥 散字幕開启 可以提供詢